我们回顾一下刚刚这一题 这一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找特征值跟特征向量 把这矩阵做对角分解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A 结果写在这里 0110A其实就是会等于什么呢 111-1 乘上这个对角化的结果 111-1的反矩阵 对角化的结果是多少呢 这里是lambda1是10 这里是0-1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再继续把它做下去 先把这里挪一些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去算A的六次方 那其实就是什么呢 SDS-1的六次方 那这个六次方呢 其实就是把它写六遍 写六遍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到的 其实它怎样 它刚好就会 这边就会消掉 那这边也会就是消掉 所以到最后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它是什么呢 它会得到 中间就X 那这里就一个D 两个D 总共有六个D 然后在S-1 那写成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因为中间这是一个对角矩阵 对角矩阵六次方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知道 D的六次方 这个就直接把它搬进来 就会变成是 1600-16 这对角矩阵的特性 那这里呢 我们在填上刚刚的这个 那这边也是一样 111-1 那这里的话 这个反矩阵 那这边就变111-1 那这里刚好是什么 1001 那这一题的话呢 111-1 诶 这边刚好是什么 单位矩阵 所以单位矩阵有层等没层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拿掉 就等于是1的效果 这两个相乘呢 其实又是1 所以这里答案就是1001 那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时候去回想一下 真的是这样子吗 它这个例子 其实也可以让你很快的验证一下 因为A是什么 0110 你自己可以去算一下 其实A平方就会是什么呢 对 0110的话呢 你把它平方 那其实也会得到什么 也会得到这个 01跟这里内积 就是110 这是01 所以A平方B本来就这个 那A六四方 其实就会是1001 所以这个就是 它给的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让你很快的可以验证 这个结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这个概念呢 来串A的负一